首先我表态 吴柳芳呢不代表我 而且他也代表不了我 他的任何行为 只要不违法我就支持 甚至包括他的所谓的擦边球直播 我也支持 吴柳芳啊坦率说 我确实不知道他是谁 包括到现在 我今天因为要说他 因此我才去度了一下 他到底是谁 他到底是干嘛的 我去看了一下 他的信息如下吴柳芳女的 94年出生广西柳州人 曾经是国家女子体操队的 一名竞技体操运动员 获得过几次高低杠 自由体操以及平衡幕的冠亚军 2014年小吴进入北体大学习 毕业后成为一名老师 2024年11月也就前一天 吴柳芳呢 发布短视频并且直播 结果引发质疑 质疑就是穿的太清凉 结果被封号 就是现在已经解开账号了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短短几天其账号粉丝量超过500万 超过500万啥意思 人们爱看对吧 这个看当然包括一部分看热闹 我的认知啊 只要是那些极其低级下流的人 直播都不违法 那么他就不违法 我的认知 吴柳芳所遵循的所谓的法 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你不要要求他曾经是所谓的什么什么队 你就要求他必须怎样 我不这么认为 而且我认为 这样要求和期待吴柳芳的人很无知更无耻 你可以怎样 他为何不可以 我认识一女的 哪的我就不说了 他妹妹 亲妹妹啊 而且他妹妹还已经结婚了 有一次我和这位女性朋友一起吃饭 他给我看他妹妹的视频 我一看 哗 十万粉丝 我说你妹妹可以啊 我就问 我说你妹妹主要播什么呀 他说我妹妹可没有你这两下子 意思是没有我这两下子 他又在直播间里扭言扭去 连歌都不会唱 无音不全 唱的也不好听 但是就一点 很多女人比不了 我说长得漂亮 他说你咋知道的 我说我这不都看见了吗 他说是啊 视频是美颜的漂亮 现实生活中不美颜的也漂亮 这就我妹妹 我问他 那你妹妹刷陶罐头 飞机火箭的多吗 他说当然多呀 当然他不是打赏多 而是包场多 他这几天就在钢铁支撑 你绑一大哥那儿 我说还粗 是吧 我瞪大眼睛表示惊奇啊 他说看给你下的 不然呢 干嘛呀 谁和钱有仇啊 我说那你妹夫公公婆婆知道吗 同意他出去吗 一出去好几天 他说不同意 你去赚钱啊 你要一个月能赚回来几万块钱 我就不出去 我还不愿意出钱 那挺累的 我有点错 我对面的这女的谈吐优雅 长相甜美 看起来有几分知性美女的这劲啊 而且他说着他妹妹的事 亲妹妹 仿佛说的是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人的事似的 他淡淡的说了一句 现在就这样 都凑我活着吧 别心气太高 红楼梦琴可卿说 灯高必跌重啊 谁不是这样 谁想这样 你说是吧 我说这事啥意思 吴柳芳可能是在打所谓的擦边球 他也没有我说的这位擦边球打得厉害吧 而人家都没觉得怎么着啊 吴柳芳不就是穿的清凉了一点吗 怎么就这个那个的 我很奇怪 有这么一群人啊 一冠禽兽 一冠双标 真的 昨天还是前天啊 一个游泳运动员发了一张照片 结果又遭到了一批人的批判 说他穿的太少 结果这位游泳运动员回复说 我刚刚训练完 你的意思是 我穿着军大衣 我去游泳吗 所以说 不管别人如何谴责 我始终站在我认为公正的角度 去看待吴柳芳这件事 我也不认为 他的行为能够损害我的什么声誉 其实担疑我本人 我的声誉还用他损害啊 关键是妈妈我也没有 你损害不着 OK就到这 我是非诚猫牛老李 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